好 随着梅雨季节的到来 花莲市公所在完成排水沟的清浴作业之后呢 更积极地进行环境清除的工作 运用了热喷雾机的功能 搭配消毒药剂除虫 将附着在水沟内的蚊虫害虫是一网打尽 五六月的梅雨季节即将到来 登格勒并梅文也蠢蠢欲动 花莲市清洁队在完成排水沟清浴作业之后 也开始进行了环境消毒工作 预计在六月初就会完成 那在我们花莲市清洁队的部分 由于最近的一些防疫的消毒跟很多的工作 那真的非常非常重 那我们在三月七号也持续的不敢懈怠的 在各个里内的清购的作业也持续在进行 接着清购完之后会做并眉稳的一个消毒作业 那预计从三月七号起到我们六月初的部分 会持续的把各里的消毒工作跟清工工作都持续完成之外 那我们也会做大面积的来做相关的一个清销部分 那包含各个市场各个公园 还有各个民众容易拒绝的一个场域来做相关的清销工作 那我们希望务必让所有民众生活在安全 然后能够安心的一个场域 那进来不只是防疫的工作要做 也请大家能够共同来做消灭小黑纹 还有消灭并眉纹的一个工作 那也保持水沟的畅通 清洁队员运用热喷雾机搭配消毒药剂虫宁 大面积加强覆盖在树虫水沟壁草地墙面上等区域 针对包括蟑螂苍蝇蚊子小黑纹 以及荔枝春巷等节肢动物的防治效果都非常的好 而清洁队长吴庆展则提醒乡亲 虽然在消毒过程中飘散的烟雾对人体没有太大危害 但还是不要太过于接近以免出现身体不适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